我們要對神的每一句說話要深信 而且我們有信心的 用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件事 是不需要擔心的 是嗎? 因為神是負責一切的 我們只是負責我們做的部分 就是我們信靠親近遵從神 以及做我們的責任 一切的口果是神的照顧 我接觸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是用人的眼光去看 很多時候會覺得 自我一座座大生 經濟、健康、家人、結婚未、生子未 很多問題是一座一座生在前面 用人的眼光去看 過完這個困難又下一個困難 死的事也解決不了 總是日日總是有生的困難 用人的眼光去看 很多人都信聖經 但是那個信聖經是信什麼呢? 信有神 信他會幫我們 不過他未必這麼快幫我們 信他幫我們 但是可能他的幫助不是我最想 很多基督徒總是在這裏歧實的 總是覺得他不像 你聽過《水壺傳》 有一個宋光 及時雨 他的花名 及時雨 即是當你一需要的時候 他馬上來幫你 當然他一個人這樣做 神就是真正的及時雨 即是當你一需要的時候 他會來 但有時又不是馬上幫 所以有些人就會對神欠佛信心 為何神不是馬上幫呢? 第一 我們活在世界上 因為阿當法律之後 神就說 你耕種地會為你長出荊棘疾禮 所以地會有很多問題 地會長出荊棘疾禮 以及人與人之間 世界有很多困難 即是 根本 除非我們去天堂 在地上總是一個問題 跟著一個問題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 是不會 即是不會失去問題 第二 就是 神都想我們學習在困難中依靠祂 神就不想我們經常依靠祂給我們 譬如說 神每人都送一億 一人一億 每個人都不用擔心 不用信教神 銀行有錢一億 就用到死為止 這樣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沒有去依靠神 神就不想我們這樣 神就不想把所有的東西給你 然後什麼都可以 於是你就不用依靠神 神是想我們學習依靠神 所以過程中 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困難 而且那些困難 不會立即得到解決 但神總是會幫助我們 在這個 我們就學習依靠 當你依靠信靠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神的幫助 就會來到 我真的的確發覺很多基督徒 總是覺得 即是你問他 你信不信一個神 信一個 為何會這麼擔心 因為以往的困難 不是這麼快 可以得到解決 而且好像有些困難 好像沒有解決到 有些困難沒有解決到 一方面是人想要的事情 其實 每個人都想要的事情 都很好 例如你想一下 例如 假設 想自己生幾個兒子幾個女兒 每個人都很酸 每個人結婚都很好 每個人生一些孫子都很好 全部順利 總是希望是這樣 自己的健康一路都好 並且離世不是一段長的病痛 一聲就離世了 全部都是最理想的 每天都沒有不開心 自動很開心 人希望是這樣 當事情不是這樣的時候 例如有這麼多兒子 有乖又不乖 就會擔心乖 自己有些健康問題 又擔心健康問題 一方面就是 這個世界總有困難 第二方面就是 我們自己都有責任 為甚麼呢 有很多人信耶穌 但在家裡很少祈禱 很少教導子女 從小到大 倚靠神 很少自己都沒有經歷聖靈 很少幫他經歷聖靈 於是 其實經歷聖靈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隨時 知道神立刻幫忙 一祈禱時 立刻感受到神的平安 力量安慰 他看到神很真實 於是對神更加有信心 有信心的時候 那些小孩子長大也知道 神聖靈陪著我一起 他們會聽神話 機會大很多 而且從小到小 解釋給他很多 但用愛心 就不是像馬那樣教他 而是欣賞他 當他做到的事欣賞他 亦都讓他看到 懂得多些人物 或者教他基督徒 有些多好 他們聽耶穌話 就多好 從小到大 那些兒子就會更加好 或是跟丈夫關係 和親子關係 那些問題 不是那麼多懵憎怒嘈 而是很多愛心 那些關係更加好 那些問題會比較少 但有很多基督徒 在擔心之中 那些問題是加倍的 越是擔心的人 越是懵憎的 可以說我認識的基督徒 很多都是在這種狀態 那我希望我們能夠 真的幫助人去信耶穌 就信了 不要有信量分裂症 信神整眼疼我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用人的眼光看世界 有困難 是啊 現在有困難 那他們就會看 不知道什麼時候解決 就是用那個人的角度 但是要用神的角度 就是我很少聽到 人用神的角度 也一樣 當你實際面對這個問題 又沒有錢交租 又沒有錢吃飯 那時候 那時候真的會軟弱 都是 是啊 然後又沒有收入 那怎麼辦呢 很自然 就很無法擔心 一看就很擔心 是啊 但如果說 神一定會幫助我 那我也自己做好 我應該做的事 在這些困難時候 基督徒應該是互相幫助的 譬如有人真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 但因為也有很多人不認識他 但如果這個人一路有好的關係 別人認識他 他又負責任的 他有一個短暫的困難 就是會有基督徒應該幫助的 這個人也有基督徒應該幫助 但有時候因為那個基督徒 那個跟人關係又不好 到他困難的時候 他又希望別人幫他 但別人未必信任他 就是你又經常怒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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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都很多家庭問題 那做工又不行 經常都被人炒又魚 那時候人就覺得好像 不知道 就是對這個人沒有信心 他是不是真的 負起他自己的責任呢 那這個時候幫助他 是困難的 但如果一個人是有責任感 也都有一個好的關係的時候 在他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過渡期 就是人是 基督徒可以幫助 也都可以請求教會 就是有很多教會 都會有些慈慰的奉獻 就是幫助人在緊急的時候 那這個最好就是 透過教會去幫助 去幫助某些人困難的神 但在困難的神 都相信神一定開出路的 那譬如大大生就是 他來中國之前 他就說 我要操練信心 那他就奉獻很大的數目 就以至呢 他是一定要依靠神 他說如果我在英國 我都不能夠依靠神 我去到中國 怎麼依靠神呢 那他去到中國的時候 他養很多孤兒 那有時候 那些錢都沒有了 但是呢 他就信靠神 他說 這個時候就是神跡的時候 用神的眼光看 神是會幫我們 就是神看著 神不會說不理我們 那他真的有經歷神 很多很多次的幫助 他都有一些很困難的時候 比如他曾經癱瘓過一段時間 那他就有些擔心 和有些埋怨 就是說 為何神會被他癱瘓呢 那他就回到英國 回到英國的時候 他那張床尾就擺在一個地圖 中國地圖 他就躺在那床 看著地圖 為中國祈福 那些人來探他 因為他是宣教士 那些人來探他 那他說在中國的情況 他就想都想不到 當他在英國養病的時候 他是帶到更多宣教士去中國 就是他激勵起更多宣教士去中國 就是當他養病的時候 就是人體上來 就覺得這個時候很慘 但是神來說 他是會搞定的 就是我自己也曾經試過 一段時間 經濟的時候很困難 我就說 曾經有人幫助我 那他就去到一個時候 他就說 我不再幫助你了 那我說 我說到明年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神怎麼供應我 但是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神是很神奇的 我當時來講 是沒有入息的 那時候不是在香港 香港比較容易 因為香港很多地方都會請牧師 但是不是在香港 在外國的時候 是比較困難 很神奇的 怎麼神奇呢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讓我們想一想 一次就是 一個牧師 他幫助我 就請我在教會裡做 就是 part time的請我 然後有一次 他就 有人請他去 一個camp 一個退休會 說訊息 然後又說 你另一天都可以來 他就以為請他兩次 他就跟我說 二牧師 他請我兩次 我去一次 不如你去另一次吧 我去到那裡 那個人說 其實我不是請他來廣道的第二次 是請他來參加 就是說 你一次來廣道 一次來參加 但是他就聽到 二牧師 你又以為廣道 走來 好吧 給你說 而說的時候 很神奇地 就有一個 是開放聖靈的牧師 是認識我的 很久之前 他以前是在傳統教會的 他就是那一堂道說的 他有給我說 他就聽我說 聽我說完 他就說 我剛剛見到一個牧師 他又想找一個牧師 不如我介紹你 你認識吧 那牧師 本身 他不是走四年充滿的路 不過他想他的教會 經歷性 於是 第二天就打給我 然後很快 很快就已經請了 這是一個關 總之 其實那次真的很神奇 就是 我 是當時 因為那個牧師 給我的 一些錢 是不夠生活的 但是 在這個時候 神又為我預備這件事 後來 我又 因為那裡 他只是一 一年 因為那個教會 那個過渡期 那個教會 他們始終不接受 四年工作 所以結果 一年之後 他們還有 他 他的經濟不支持 他就叫我做青年工作 我真的帶了很多人 信耶穌 一群 他就 他就 他想著 他就 邀請了整班 整班 一邊參加 他就 想著 那麼 他就 停了我 其實不是牧師 是那些 那些執事 都不需要 他們會繼續 穩定 接着我在神教会里找一间教堂 你可不可以让我到处传福音 然后带一些人上来祈祷 他就给我的 但当时的果效不是那么好 然后有另一间教堂又给我的 而在当时其中一个神教的牧师说 其实你可以申请软木 就是可以一路做软木 一路支持自己 那我去到那些 有请学软木的 他说你一路学一路有入息 那我学的时候你可以一路学有入息 那你学完你就可以在医院那里做 那我去到申请 他们都说今年已经缓颜 你要申请下一年 要申请下一年 那就是 现在都未到九月开始 九月左右开始的 那现在还有几个月 可能五月这样 那就是有成年多没有入息 那就是你下一年才申请 但是我就按照申请 祈祷 那到最后 真的很神奇 到最后他们打电话来 他说你来不来见 那我来见 就请了我 那我问他 为何会这样 其实我不是问那个 interview我 后来我问那个秘书 他说我们每年有250人 起码申请 其实在你那时候 也有很多人申请了 不过到最后 那时候 因为有个人走 那他就看谁肯来做 那他看那些资历 他就找其他 可能有些又不行 或者你你就行 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最后的moment 就为我开路 那还有呢 这个是下一步 那时候我真的连连都 因为读完 读完 要找工作做 那我又很忙 因为我一直在做木会 那我传送一些电邮 没有回应 我的同学也是 找不到回应 而且他们四围走 去到很远 都找不到 那我就 在当时来说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会怎么办 那又到课程完 十天 我当时就想起 我们那里有一间 中国人的医院 那我最初都想着去 不过一直都没有空去 那我到十天 我就打问了 我说 我想和你们 讲一下 关于阮目 或者你们 考虑用一个阮目 他说我们已经有阮目了 我想和他谈一下 我说好 那你和他谈 他说 我准备走 我说 你可不可以 把我的电话 给你的课程 考虑一下 这个人 是那时候准备走 之前没有准备走 如果我很早找他 他可能说 我们已经有阮目 就不用了 然后他可能会介绍到第二个 其实他有两个阮目 另一个阮目 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他心中有数 他想找些什么 他未必会找我 但这个走的 他就立刻和上司说 上司叫我 立刻就请了我 而另一个 其实未必那么想请我 就是 其实 在刚好十天之前 那时候打他 就刚好他准备走 而在那时候 让我能够得到这份工作 就一直供应到我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 不断信靠神 神你会帮我的 一路宣告神 你一定有奇运计划 你是爱我的 你一定使我 当我愿意走这个路上 你一定会祝福我的 但是当时我听到周围的声音 不是说 你放心吧 神会帮你的 不是的 周围的人的声音 是说 你如果不是来来回回 你已经老了 你的教堂以前 很好 因为我以前做的教堂 已经建立了那个教会 已经是很棒的 就是我来到香港 我送了给人 有人就说 你不是送给人 你自己已经搞定了 你自己 为何现在要这么辛苦呢 就是 那些人会这样说话 还有也有人说 你看牧师在街上 派传单 因为以前 是一个大教会的助理牧师 但现在呢 就在街上派传单 按照世人的方式 就算基督徒也是用世人的方式 按照世人的方式 他真的呢 又走到香港 结果现在呢 这么辛苦 这么困难 就是当时我听的声音 但是我在当时 我是很深信神的恩怨 但是 经常听到这些负面声音 我就说 神啊你一定帮我的 圣灵充满神 你一定使用我的 就一直去宣告 但是 一切结果是work out 而一间教堂 叫我给我们用的 它是 其实一间很大的教会 它就给我们 在那里做足名工作 我因为在另一间教堂 讲了做一年 一年是有二十多个青少年 我让他上去看 他一看他说 你来我这里 用我这个地方 这就是神 我开路 我感谢神 这是我经历的这个过程 我更加相信 神一定会开路 神一次一次 在不可能的时候 开路 在我以前没有这个困难 为什么呢 以前当我在大宗派服侍 你不做这儿 他到处都有请 你的工资 是每个月到时到后会来的 不用想 不用担心 反而我在之后 和我回来 回来的时候 我都是打算拿着行李 神会供应的 我打算去宣教 神会供应的 但神又有另外的方位供应 让我能够做到更多的宣教工作 那这个都是 就是看得到神的恩典 那我们 有这个信心 用神的角度看 凡事相信 不要有信仰分裂症 神一定帮的 我们既然相信神是这么真 我们都听到那么多见证 有去天堂 有病得医治 神这么真 那我们就不要担心神 这些又不帮我们了 但人总是去到那些位 又担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